亚太报道 接牌专访西班牙教授马尔莱拉 美国众议院监督及问责委员会 就捍卫美国免受中共政治战影响举行听证会 中国房地产市场拖累经济 房市利好政策真的能利好吗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海关宣布扣押了中国上海 赛利特公司的产品 因为这家公司涉及强迫囚犯劳动 此举表明美国供应链 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今天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美国海关边防总署4月10号宣布 即日起将扣留上海赛利特安全用品公司 以及它在中国两家子公司 使用囚犯劳工制造的工作手套商品 理由是美国供应链不容忍剥削工人的行为 强迫劳动 使得弱势群体面临不人道德工作条件 美国海关指出 使用罪犯劳工生产进口到美国的商品 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的行为 违反了规定 伤害了美国工人 损害守法的企业 威胁到美国的就业机会 并使消费者面临不道德购买的风险 鼓励举报 长期推动此事 在压的中国政治犯 成员的妻子施明磊 在社媒X发文说大快人心 美国海关在4月10号 进了美沃奇工具 在中国生产手套的供应链 原因是这些手套 是在湖南赤山监狱 用监狱劳工生产的 我老公陈渊 人权捍卫者欧标峰 台湾人权捍卫者李明哲 都是在湖南赤山监狱的 血汗工厂里被强迫劳动 曾经被中国关押 5年的李明哲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2022年4月 他获得释放后召开记者会 公开赤山监狱 强迫劳动的情况 后来施明磊联系他 他指认几款在狱中做的手套 上网去找这个米沃奇的 这个手套的名录 就看到有一些手套 是我做过的 而且我在监狱里面 我那时候都看到 是上海赛利特公司 送来赤山监狱 很多手套的原材料 所以后来施明磊决定 在美国发起 参观的国会听证也好 诉讼也好 也跟米沃奇公司写上过 李明哲指出 中国宣称 义务劳动可以净化人心 不发工资给犯人不违法 并把给予的低报酬当作福利 然后每天工作14个小时 你这样算你大概就知道 然后一般的工资 大概平均的工资 大概是拿一个人 大概是拿 大概100人民币一个月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你任务完不成 是可能拿5块人民币的 我拿过啊 大概每个监区 大概每个月 大概都有10%到15的人 是完不成任务的 所以你这样看 这个是一个 几乎是一个暴力啊 中国是有名的世界工厂 但也有相同遭遇的 制台中国异议人士 肖玉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监狱更像是生产车间而不是监狱 肖玉辉指出 不参加的话 就会有各种的处罚 甚至是体罚 也有人是因为 不愿意参加劳动的原因 被尖头欲罢殴打 在伯罗看守所 就曾经有打死人的情况 肖玉辉指出 从监狱负责人 厂长 组长 所长 队长 基层预警等都分层抽成 而政府检查只是装模作样 肖玉辉和李明哲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中国监狱强迫劳动的状况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道 重庆燃气集团 大面积更换智能燃气表之后 居民发现燃气费用大幅度增加 重庆市政府就此已经成立 联合调查组 进驻重庆燃气集团进行调查 请进记者前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重庆居民燃气表更换为智能燃气表后 发现用气量突然增高 而支付的燃气费 由原来的数百元 翻倍到甚至数千元 过去一周 相关话题成为微博抖音等网站上的热门话题 据中国能源报道 重庆居民燃气费用普遍增加 根据居民的说法 就是翻倍的也不在少数 重庆居民苏先生本周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今年的燃气账单显示要多较140元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 13日晚 重庆市政府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重庆市相关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进驻相关燃气企业开展调查工作 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4月8日 重庆多位居民公开投诉 自从去年11月城区集中更换燃气表后 每个月的燃气费用明显增加 甚至是几倍的增长 投诉者涉及该市江津区 高兴区 宇北区 八南区 北贝区等 网民调查发现 重庆燃气集团财务报表显示 该集团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2.19亿元 增幅824.84% 第三季度为1.07亿元 下跌22% 第一季度下跌150% 而前年第四季度则跌83% 有重庆网民公开个人燃气收费通知称 上月气费463元 这个月6170元 原来刺激消费是这么刺激的 太刺激了 天津居民王女士告诉本台 他们的水表和电表被更换后 每月的费用明显增加 他说 他可以随着调动这个表 一件表由他来控制 现在肯定要挂老百姓地址 早些那表说正常流程的一家十个几十多电 现在我发现我们楼上那个谁新换的电表 我说他还回了家两个月 死了三百个多块钱 湖南诸州异议人士郭敏告诉本台 当地电力公司多次要求更换他家电表 遭到拒绝 是换电表 我当时是不同意的 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第一次也没说什么 就走了 第二次又悄悄地来了 直接进入你家里院子里 我称你家没人 就直接就把表换掉了 被我训斥了一场 那就走掉了 现在究竟我的表换了没换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因为我也不可能时刻去守住这个表 我现在甚至怀疑他们这个表 应该是智能的 甚至可以去调的 他们通过电脑来调表 也这个从技术上来说也不难 重庆燃气换智能表一波未凭 该是换水表 风波再起 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4月11日发出水表更换通知称 为了维护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确保运行水表计量的合法性和准确性 决定于4月12日至17日更换水表 在此期间每户停水时间不超过30分钟 通知强调本次水表为免费更换 当天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 不光是重庆 深圳也一样 换智能水表后 水费比更换浅高出三倍左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前朗刘邦宇报道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 4月8号举办的孔子学院接牌仪式上 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 该校传播学院副教授莱拉 和研究助手拉米雷斯 手持横幅 在讲台上公开表达抗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为什么对当地设立孔子学院 感到担忧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对莱拉教授的专访 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 上周一举行了庆祝孔子学院 落成的接牌仪式 就在与会官员们发言期间 出现了一段插曲 该校传播学院副教授莱拉 和她的研究助手拉米雷斯 各持一个抗议孔子学院的横幅 站到讲台上 之后不久 他们被安保人员请下台 接牌活动则继续进行 老拉教授告诉本台 他们发布在网上的视频很短 但实际抗议过程要长得多 以下所有翻译由人工智能代读 保安人员第一次过来时 我回答说我不会走开 我要留下来 要继续抗议 他们就回去了 但这段视频已经被剪掉 我甚至坐在地上 不肯被遗开 甚至我试图躺下 我真的很大胆 我觉得真理就在我这边 我感到被那些 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们 即被这个残暴政权骚扰的人士的精神所祝福 所以我真的感到坚定并充满信心 莱拉教授告诉本台 安保人员第二次回来时 莱拉和他的助手结束抗议走下台 令他意外的是 目睹抗议的很多人都对他们表示赞赏和感激 他们说我们非常害怕中国 害怕他们进入到大学 所以你们做得非常好 而且一点也不粗鲁 你们很有礼貌 很平和 你们做得非常好 因此我们非常感谢您这样做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消息 塞维利亚大学的孔院 是与中国兰州交通大学合作共建 当天 塞维利亚市教育厅长 塞维利亚大学校长副校长 以及兰州交通大学的校委会主席 孔子学院的西方和中方院长等人 都出席了揭牌仪式 谈到举行抗议的原因 莱拉教授告诉本台 我们觉得有必要抗议 因为我们已经等了三年多 才见到副校长 并向他通报孔子学院的威胁 事实上 我们在2020年就遇到了我们大学的校长 当时 我非常简短地向他解释说 以这种方式接近北京是非常危险的 我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 他说 他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所以让我们捏个时间来讲解一下 但四年时间过去了 我从未见到过他 莱拉教授表示 就在一个月前 该校副校长在已经知道 要开设孔子学院 而为通报校内员工的情况下 接待了他们 最后他们和副校长谈了约15分钟 在这15分钟里 我解释说 首先 全世界大约有130所孔子学院已经被关闭了 其中很多还是在欧洲 这是因为情报部门有证据表明 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他们监视学者和学生 他们将这些孔子学院 作为获取锐实力的手段 渗透我们的民主机构 并颠覆他们的运作 他们对于敏感的政治问题 有明显的审查 并在聘用教授 教师或讲师时存在恐吓 歧视以及许多其他威胁 莱拉教授说 该校副校长当时对她的观点 无法提出任何反驳证据 此人对中国也一无所知 而只是很空洞地强调对话的重要性 莱拉教授还强调 她未来会不断地提醒西班牙各级政府 要警惕中国共产党瑞实力的渗透和威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中国对美全方位多领域发起的影响力和渗透活动 日益引起华盛顿的关切 本周三 美国立法者听取了多个中共针对美国发动政治战的实力 多位美国专家警告说 中国利用贸易金融和学术等手段开展的政治战 远比直接使用军事武器更容易更有效 以及风险更小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本周三举行听证 显示中共多领域全方位渗透美国各个部门和社区的情况 概述中共正在使用的政治战策略 该委员会主席科莫开场直言 中共目前不费一枪一弹 已经向美国发起了战争 九十年来中共一直试图渗透和影响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其主要的策略是发动政治战 只在以有利于中国目标的方式 影响美国人的情绪动机和行为 中共试图通过发动政治战来削弱美国 使我们无法有效地进行动态战争 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 战场将无处不在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纽瑟姆告诉立法者 中共正在削弱美国从未在本土作战的优势 通过非法出口分泰尼 抢占制造业 网络间谍攻击等手段 对美国本土社会发起进攻 2021年 芬泰尼化学战就导致7万多名美国人死亡 这比越战中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中共补贴芬泰尼原料的生产 而美国却放任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些对头顶飘过中国间谍气球而感到愤怒的人 他们的手机上却装着中国间谍应用程序 仅中国对美国人事管理局的黑客攻击 就让他们获得了2200万美国人的档案 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距离无法保护我们 美国退役空军准将斯伯丁表示 新冷战格局已经形成 中国利用贸易 金融 学术等手段 开展的影响力运动 远比直接使用军事武器更容易 更有效 风险更小 中共的中国公司拥有诱人的承诺 影响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 而这些美国组织影响了我们的政治进程 我们的大学和教育系统在经济上受到了助学金和中国留学生学费的影响 我们的科学家将技术转移给中国 而州和联邦政客也受到了中国投资和当地就业压力的影响 3月14日 委员会主席科默在政府范围内对中共的政治战策略发起全面调查 要求联邦机构调动一切资源 挫败中共的政治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 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表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一季度增长超出了外界的预期 与此同时 房地产仍在拖累中国的经济 那么就在本周先后传出几项利好房市的政策发布 但这些政策到底是实质性利好还是可能引发进一步的问题呢 外界看法不一 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发布的消息中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一季度增长了5.3% 超出了此前多家机构的预测 这似乎是一个好消息 但外界很快注意到 作为中国经济重要支撑的房地产市场依然颓迷 房地产行业的数据延续了这两年以来持续下滑的趋势 对此外界并不意外 但就在数据公布的前后 业界再次传来利好房市的一些政策出台 据财新网报道 中国政府高层正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 收购浪尾楼将其打造为保障性住房 出售或者出租 对这条消息 长期从事房地产咨询工作的刘金星表示认可 在房地产行业内的政策储备有很多 你想我在2015年16年的时候还在国内 我们其实已经接触到 无论是从银行地方的安置办 地方建委 我们在聊这些方面 其实都在往这方面靠 他介绍说 从中央政府的国土资源部到商业银行 从2010年代开始就在考虑 如果出现类似于美国的两房危机的时候 如何应对 商业银行也做过这样的压力测试 财新网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说 在中国房市下滑的背景下 有国家队收购 或许有助于稳定房价 但一位曾在中国做过三家房地产公司的 民营企业家 匿名对几着分析说 这种说法不现实 以下为AI配音 我认为此政策如果出台 会间接导致房价继续下跌 该设想在短期内 可能会让民众对房地产市场误认为是解药 但由于现在国人的炒房信心已经彻底被摧毁 刚性需求被内卷严重的年轻人所抑制 再加上盘活烂尾项目后会增加市场供应 因此房价继续下跌是必然趋势 几乎同一时间 郑州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郑州市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 在周一宣布将启动二手住房 卖旧买新以旧换新的试炼工作 刘金星认为这一做法是可以行得通的 但前述那位匿名的房地产商 却不看好这种以旧欢心的做法 他对记者说 城投债已经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这种模式无疑还是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 只会加速政府破产 一位从事过炒房的金融从业者则告诉记者 这就是为了刺激消费提振低迷的经济 以下为AI配音 他们总以为老百姓手中很有钱 却不知大家都是负债累累 这几年经济不好 很多人失业 一切负面的信息都封杀不能发 并不表示这些都不存在 出于安全原因 这位金融人士已匿名接受采访 他分析说 现在中国在系统性地搞以旧欢心 房地产只是其中之一 现在不仅是房子以旧欢心 还有企业的设备也在搞以旧欢心 也鼓励大家去换 包括针对个人消费者的汽车 家电等等 他认为这么做就是为了去库存 释放过剩的产能 自由亚洲电台网云 华盛顿报道 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近一个月 国际社会仍在观望 暂未推出大规模港人救生艇计划 近日英国国会网站 却出现匿名联署行动 呼吁英国政府立即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也就是BNO护照的持有人 直接授予英国公民身份 这项为港人争取平权的联署 却在英国港人社群引发争议 这就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本台记者董书岳和文在山 发自伦敦的报道 近日出现在英国国会网站上的联署行动 发起人的名字是英语拼音的英国人 这位匿名者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无条件 向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 收予英国公民身份 北京要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后 英国政府就在21年 启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计划 也就是BNO签证计划 让持有BNO护照的香港人 申请签证到英国定居 6年以后可以申请入籍 而如果这次联署提出的要求获得接纳 意味着BNO护照持有人 不用再花钱办签证 也不用在英国居住6年 就可以入籍成为英国公民 联署发起人提起三个原因 一个是说中国已经被发现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第二个是担心中港当时 不能遵守国际人权承诺 而第三就是英国永远不应该放弃 对于前殖民人士的道德义务 国发起人没有详细解释相关的论点 截止周三 一共有超过9250人参与联署 联署人数如果达到1万人 英国政府就要做出回应 不过这项为港人平权的联署 却引起在英港人的争议 在英港人职业律师黄俊涛认为 从历史和法律角度 BNO护照是在不公平环境下的产物 持有人拥有的权利 比其他英国殖民地人士要少 不过他认为现在并不是争取平权的合适时间点 港区国安法水深火热的时候 英国政府开了一条BNO签证的路 让你们港人可以一个比较低的门槛来英国 你现在就是在第一批BNO签证人士来的英国 到一半人未开始入籍的情况下 就说BNO护照这件事不公平 好像有点奇怪 他认为更好的时机是在香港主权刚移交以后 或在BNO签证计划出现以前 以人权或者法律观点去争取平权会比较合理 在英港人组织 苏格兰香港人发起人郭子健向本台表示 他质疑匿名者发起联署的动机以及可信度 优虑会带来反效果 大家要理解清楚英国的国籍法 大家要理解清楚英国的国籍法 如何将我们分类 使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有基础的认知才可做下一步 否则我说的直白一点 是浪费时间或带来反效果 我们希望将诸多的限制 不公平歧视性的对待去诉诸公众 让舆论觉得我们BNO持有人 其实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权益的 而多于好像一个勒索 或者以一个很不礼貌的方式去争取 他提出另一项建议 就是呼吁英国政府 检释现行的国籍法 让在1987年以前 居住在当时仍然是英国属土的香港人 也就是英国属土公民BDTC 以及他们的侄女等等 都能够享有英国海外领土公民 也就是BOTC的权利 包括在英国有居住权 可以申请陆极等等 自由亚洲团队记者 董书月 文在山 英国伦敦报道 美军新型的陆极导弹发射系统 登陆菲律宾 参与美飞联合军演 这是陆极导弹首次在第一岛链出现 外界分析 这是针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反击和贺阻 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美国军文网站15号报道 美军首次将中程能力的新型 台风 意为台风或是提风武器系统 陆基导弹发射系统 部署到菲律宾北旅宋地区 参与为期约两周的2024年 尖盾美飞陆军联合演习 这是美军这款新型陆基导弹发射系统 首次在第一岛链出现 综合中央社等报道 这套陆基导弹发射系统 由美国洛克系的马丁公司设计 原来采用海军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修改之后用于陆基作战 可搭载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 战卜巡异导弹和标准六型导弹 部署在吕宋岛北方 射程能够涵盖吕宋海峡 中国沿海和解放军在南海的多处基地 美国陆军新闻稿指出 部署泰风武器系统目的是提升 菲律宾的海上防御能力 同时强化美飞同盟的 协同工作能力与战备 美国圣唐马斯大学国际研究 讲座教授叶耀元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此举展现美飞联手防卫的决心 主要就是针对菲律宾周周海域 可能相对于1000公里 甚至是到达中国福建广东这个区块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对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褐阻 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布置 不会让它再去骚扰菲律宾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美军可能还没有确定 是否常态性部署 这次用演习的名义 让这个系统参与演习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 美国可能部署中程飞弹系统 到菲律宾等第一岛链的小岛 这是一个再平衡的概念 它这种再平衡的概念 就是弥补中国对其他国家 这种中程飞弹的威胁 一旦中国发动军事侵略 不管是对台湾或者菲律宾的时候 那美国陆军就可以拥有 很活力可以做这根反击 反击的概念很重要 这看得出美国的决心 是非常坚定的 接种也说美方在美飞连演部署的系统 可以应付中国各型的导弹 中飞近来在主权之间的冲突升温 菲律宾总统扬言在南海 如果有人丧身将触动美飞防御条约 美国海军则针对中国触动 海上民兵的灰色地带攻势 进行海上民兵野士兵的策略讨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法新社报道 德国警方星期三进行全国性搜索 逮捕了10名涉嫌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 帮助富裕人士非法移民的走私网络组织成员 其中包括一名收受贿赂的官员 这场搜索行动 共动用了1000名警力 即搜查了100多处房屋 检察官指出 该走私组织领头的是两名律师 他们向中国和阿拉伯富人 每人收取3万至35万欧元的费用 协助取得德国永久居留证 这些永久居留证 是由四个区域的官员合发 包括德国西部城市凯尔鹏和索林根等 报道还表示 德国警方目前正调查 该走私组织的38名涉嫌成员 以及147名居信被泛运至德国的人士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7号发布新闻稿表示 美国海军的一架P-8A海神式反潜巡逻机 17号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 台湾的国防部发布说 美军的一架P-8A机 17号上午游北向南航进台湾海峡 经过台湾海峡期间 台湾全程掌握周边的海空域动态 状况正常 与此同时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也发布消息指 美国的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 对美机过航行动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执政近20年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4月15号宣布将于5月15日卸任 交棒给副总理兼财长黄巡才 宣布卸任前数个月 现年72岁的李显龙 就已经预告将在下一届全国大选前交棒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